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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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唱诗 我想大家都很爱唱诗 所以在桃园教会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音乐侍奉 圣乐侍奉非常的兴旺 因为这个侍奉真的是又美又善 因为这个侍奉真的是又美又善 美就是在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的旋律里面感受到它的美 美就是说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诗歌的这个 船里中感受到它的美 那这个善就是在歌词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诗班的美好的性情 那神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歌诗中感受到神诗班的这个性质 看到祂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恩典 所以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喜欢参加诗班 所以我们有很多姓母的都可以参加诗班 做这个音乐侍奉 做这个音乐侍奉 但是呢追求在这个侍奉上要更美善 但是我们追求这个侍奉上面要更美善 就是我们在一生中我们更要努力的目标 那我想我们在同工中音乐侍奉同工有许多是学习音乐的人 我想我们在音乐侍奉上面有很多当工是做音乐侍奉的 那我们应该有时候会自己会想过说 我的这个做音乐侍奉 跟在外面做这个音乐的演出或者是教学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想过在家里做音乐的时候 跟在外面做音乐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同样都是要追求音乐而要做到最美善 同样都是要追求在音乐上面要做到最美善 但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头我们所唱的四百四十四首赞美诗 就像我们一开始唱的四百四十四首赞美诗 这首诗歌的曲名叫做耶稣圣明最甜美 所以在圣月侍奉里面我们所要追求的美善是能够尽力去宣告神的名 平常我们在一般的音乐演奏中我们就是努力的去表现出这首曲子 它的这个精彩美善的地方 平常是我们在外面表演这个音乐的俗风 我们就是尽量去表现这个音乐的这个美神的地方 那用我们自己对这一首作品的了解 就是以我们自己对这首西瓜作品的了解 那我们想要带给听众什么? 我们想说要带给听众什么? 也许想要多给他们一些震撼、惊喜 有可能是要给他们一个惊喜还是震撼 那我们就这样子去诠释去表现他 那我们就是这样去解释 但是在圣月侍奉中 但是在我们信仰的这个属风景观 因为我们是要赞美主 因为我们是要来俄罗主 要向这个发出一切美善的源头的主来赞美 所以我们便要知道什么是神看为美善的 所以我们净加要去知道 什么是神看为美善的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这个圣月侍奉 才是神所悦纳的美善的侍奉 因为这样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音乐属风 才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罗马书有一个经节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在罗马书有一个经节大家都知道 十二章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 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就是说众人说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那接下来小妹就要以圣经上的一段记事 说来传道就要用圣经所记的一段事 我们来看众人都很认真努力去做的一个服饰 我们来看众人都很认真努力去做的一个服饰 那在神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在神的感情是什么样子 神怎么看这个服饰 神是怎么看这个服饰 十三章第八节 十三章第八节 历代至上十三章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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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记者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色锣鼓号作乐 极力跳舞歌唱 所以大卫他召集了以色列人 所以大卫他召集了以色列人 他们在神的面前 就是他们在这个这个约柜 他们要把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城 他们在神的面前 就是要把这个约柜迎进耶路撒冷城 所以这整个队伍大家在神的面前 就极力的用各样的乐器并且歌唱 所以就有这种队伍在神的面前用各样的乐器来歌唱 那还加上了这个舞蹈 还有加上这个舞蹈 那这是一件美事啊 这是一间美书 可是我们看到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后边发现什么事情 第九节 第九节 到了基顿的河场 因为牛尸前提乌萨就伸手扶住约柜 第十节 耶和华向他发怒 因他伸手扶住约柜 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面前 十一节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萨 心里愁烦 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十二节 那日大卫 那日大卫惧怕神说 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 却运到加特人恶别以东的家中 这段记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这段近日大卫都很知道 大卫要从基列耶林把约柜运回耶路撒的城 大卫要将约柜运运回耶路撒的城 因为约柜已经在这个基列耶林这边 雅比拿达的家中已经放了二十年了 因为这个约柜已经放在雅比拿达的家里二十年了 那这件事情大卫有着急众人 所以这件事大卫有着急众人 我们看在历代剧上的十三章第一节 我们看历代剧乡十三节第一节 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 那第二节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若以为每件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 见我们未来的弟兄 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立位人士 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 第三节 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 第四节 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 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 所以众人都看为美啊 那大卫跟大家商议的 那也有了计划 要召集众人来聚集 然后一起去将约柜运回来 那运回来呢 为的是要敬拜神 把约柜运回来就是要敬拜神 因为在扫罗年间呢 这个时候没有约柜 很多这些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的信仰都失去了脆弱 所以大卫他要将约柜运回来 那让大家能够恢复敬拜 这本事好的 可是后来当他们在做这个过程中 运送的过程中 那发生了这个意外 但是在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运送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意外 就是大卫跟众人看到说 这个运送的这个神的工人居然被击杀了 那就是神的这个工人既然叫神旗杀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会觉得 本来是美意 本来我们要服侍神的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想说 这是一件事的事 本来我们要服侍神 本来我们是想说要来服侍神 那神为什么要 让我们的美意变成悲剧呢 但是神有什么要 让我们的这个好意 本身一个 比较的事情 所以大卫后来就退缩了 所以大卫后来就退缩了 他害怕 他就不孕约柜 他就怕败 所以就不想问这个欲贵 那在这一件事情里面 所以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 众人以为美的事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同样要留心去做 不只是众人以为美 不敢是众人以为美的 我们更要追求神以为美 在西伯来书的十二章 我们请看西伯来书十二章 请看西伯来书十二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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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在这里作者 他勉励当时的信徒们 在这里很容易的东西的信徒 在教会生活 怎么样子来持守信仰 与众人和睦 在教会来生活 要如何持守信仰和众人和睦 一起彼此激励 来走这个天国的路程 撒甲来书十二来走这个天国路 那其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其中就说到一个很重要的 要追求圣洁 就是说要去追求信价 那因为我们要奔跑这个信仰的路程 就是要更亲近主 因为我们要奔跑这个信仰的路程 就是说要去亲近主 我们要追求至终能够见主面 我们要去追求最后能够去看到神的面 但如果我们不圣洁 但是说较少论我们没有圣洁 我们怎么能够见主呢 我们是要怎样去主要所谓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当初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 当初神向摩西来启示的时候 呼召摩西的时候 他要来呼召摩西的时候 让摩西看到的异象 他让摩西看到的异象 可是摩西听到神的声音他很害怕 但是摩西听到神的声音 他真怕陛 他用手遮住脸 他就用他的手蓋到他的臉 怕见到神 因为他怕看到神 因为人在神面前都是不解的 因为人在神面前都是不解的 那不解的人是要被神击杀的 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 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 所以在这边就跟我们说 没有圣洁没有能够见主的面 那我们就回过来想说 为什么大卫他们这样努力的运送约会啊 那在神面前发出颂赞的声音 却不得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就要回过来想 有什么大卫去运送约会这件事 可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神击杀这个台约会的人 神击杀这个跟约会的人 那代表神不喜悦 代表就是说神没有喜悦 所以大卫他后来害怕 所以大卫他后来就说走陛 他退缩 他不敢把约会继续运到耶路撒冷城里面 他就丢去 因为他不敢把约会运到约会运送约会 但是在这当中 但是在这当中 他有寄取教训 他有寄屈教训 他有思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他有去想说有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为什么众人以为美的是神却不喜悦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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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下午在座有许多我们宣道谷的童工 也没有在座有很多我们宣道谷的童工 那宣道谷的确不容易 要做福音的工作 因为我们要去做福音的工作 要往外去传福音 我们是要往外去传福音 会遇到许多的艰难 就会遇到很多的艰难 那因此我们的同工们 大家都会常常聚集去分享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的经验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会常常主席去分享我们如何团阻他们的经验 那我们也会订定很多的计划 我们也会订定很多的这个阶级 尤其是在现在的疫情还在这个二级警戒的当中 尤其我们现在的疫情还在自己的态度 那我们会绞尽脑子去想要怎么样来推动宣道 那我们就要去当宣传说要如何撒动这个选择的工作 那加上布道会也在没多久就要准备开始 加上布道会没有多久就要开始了 那师班也要恢复练习 所以我们的师班也要恢复认识 所以我们众人我们会去想 会提出很多的方案 所以我们众人就会去想说要提出很多方案 那这些方案众人以为美 这些方法我们众人以为美 但在神面前是不是神乐见的 是不是神悦纳的 但是这些在神面前是不是他会教他 他会与我们同工 他会跟我们同工 甚至他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做 甚至他会带着我们一起来做 我们接下来看大卫他怎么样子来 让这一件错误最后能够变成一个美式 我们众人要来看大卫怎么让这件错误 他要把这个约会再一次再运回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要把约会运回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要把约会运回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同在 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同在 他们也看到神的约会在这个二别移动的家中 那神赐福给这一个家庭 他也看到这个约会在二别移动的家庭 神就述好给这个人的家庭 这记载在历代字上的十三章十四节 所以他说在这个人家中才三个月 所以他说在这个人家中才三个月 神的约会在这个人的家庭 这三个月 神赐福给二别移动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神就述好这个二别移动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那同样的这一段记载 其实在撒姆尔记下也有讲到 那在撒姆尔记下的第六章也有讲到 那在撒姆尔记下第六章十二节 撒姆尔记下第六章十二节 这边说有人告诉大卫王说 耶和华因为约会四伏给二别移动的家和一切数 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会 从二别移动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 大卫知道约会是神灵在的象征 大卫知道约会是神灵在的标准 那既然他跟众民都要来敬拜神要亲近神 既然他跟众人都要来敬拜神 那一定要把约会赢到耶路撒冷城中 所以就一定要把约会赢到耶路撒冷城 那大卫他为了修补他之前所犯的错误 大卫为了弥宝于以前的错误 我们看到历代至上的十四章 我们看到历代至上的十四章 就是在大卫要第二次迎约会进耶路撒冷之前 就是大卫他买第二次贏役役役去耶路撒冷城 十四章记载了大卫几件事迹 十四章记载大卫几件事迹 那在这些事迹里面 在这些事迹里面 说大卫得到这个推罗王西兰的帮助 他说大卫在这里推罗王西兰的帮助 提供这个建材让他来预备来建圣殿 提供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来信登 那也看到大卫击败菲利士人 也看到大卫击败到菲律师人 那在这几个事迹当中 在这几个事迹当中 都有记载说大卫他求问神 都有记得说大卫有去求问神 大卫也有发生的事情 他详细的思想知道神与他同在 大卫也有这几个事迹去想到神与他同在 大卫求问神 遵照神的吩咐 大卫去求问神 遵照神的吩咐 所以等到大卫我们看他 不认可台神的约会 因为耶和华简选他们台神的约会 且永远事奉他 那之前我们看到的是 他们把约会放在的牛车上面 他放的是新车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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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表达说他们要欢喜迎接 那由这个乌萨跟亚西约来赶车 但是由这个乌萨跟亚西约来赶车 那可是在这个摩西 神小玉摩西的怎么样来抬约会的方式 在民宿记的第4章第4章第4章15节 第4章15节 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要钢台这些圣索的器具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钢台这些圣索的器具 民宿记第4章15节 民宿记第4章15节 15节 将要起因的时候 亚伦和他儿子把圣索和圣索的一切器具 遮盖完了 歌侠的子孙就要来台 只是不可摸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会目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台的 所以说这些器具包括约会呢 都是要由立位人来台的 所以这些器具包含这个约会都是要由立位人来抗 那他们台的时候不可以直接碰到约会 但是他们抗的时候不可以用手去摸到约会 因为约会是神圣的 因为约会是神圣的 所以他们就是抬着这个约会上面有这个 可以穿过这个杠的这个环 那他们就是抬着那个杠 他们就是抬着那个杠 他们就是抬着那个杠 所以他们就抬着这个约会上面的这个 那不可以去触摸圣物 不可以去摸到这个杏密 所以当第一次大卫他们在这个运送约会的时候 所以当第一次大卫他们在运送约会的时候 所以当第一次大卫他们在运送约会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放了车入室 他们不是用人来台 他们是用车子来运送 那这就是在撒末尔记上第六章有记载的 这是在撒末尔记上第六章有记载的 这个约会在这个以色列人跟非力士人作战的时候 以色列人战败 约会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和这个 非力士人正经的时候他们输去 那非力士人把约会抢走了 所以非力士人就跟约会唱走 可是神让这些非力士人受到很大的灾害 但是神让这些非力士人受到很大的灾害 后来非力士人求问他们的这个神的祭司 那祭司就跟他们讲 那祭司就跟他们讲 第六章第七节 第六章第七节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成富二有辱的母牛套在车上 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 所以这是非力士人他们要运送约会 回到以色列人境内他们用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非力士人他们要对他们的旗来 运送约会 转去以色列人的地方用公式 用新车由牛载着把约会运回去 就是要用新的乳车和约会载回去 那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那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那他们居然忘记神 起初是怎么启示摩西来钢台约会的 却用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指示的方式 那当然这样的方式不合神的旨意 那当这个大卫他们第一次运约会 那因为牛载前提 那这个乌车去辅助 那当然被神所击杀 那所以当这个大卫第一次运送约会车 这个有失地 所以乌车去辅约会车就去到神去杀 所以大卫他明白这样子的道理 所以大卫他明白这个道理 那他在第二次运送的时候 他说除了立位人之外 没有人可以抬约会车 所以在第二次运送约会车的时候 他就说除了留人 白人不能忘约会车 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 因为他们这是神所减选的 这是神交付给他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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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卫他自己明白 大卫他自己明白 他也招聚众人来告诉他们 教导他们 要也招聚众人来教导他们 在第三节 我们看为历代至上十五章第三节 我们这里看回来 礼台记乡十五周第三周 第三节 第三周 大卫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 要将耶和华的约会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大卫他求问神 他去思想神的吩咐 所以大卫在这里 就我们看到他去求问神 要他去思想神的方法 他去想出 去思想说 为什么他们所做的神不喜悦 他就去思想说 为什么他们所做的神不喜悦 为什么神会击杀 为什么神会去杀 那后来他就召集了众人 后来他就召集众人 那这些人他也告诉他们 我们请继续看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十二节 我们请继续看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十二节 十二节 十二节 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位人的组长 你们和你们的弟兄 应当自节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 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会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他刑罚我们 在这边他再一次清楚的告诉这些侍奉的立位人 那在这边大家要再一次把辞约的辞约给辞约的辞约 你们现在要来做这个侍奉了 那要自节预备自己 因为先前你们不是用牌的没有按定力来求问神 因为神神去更的时候并没有求问神 那所以神才会击杀 所以神才会祈杀 并不是说神不喜悦他们将约会运到耶路撒了 所以大卫将要怎么样子来做这个侍奉的态度以及方式来告诉这些侍奉的立位人 所以大卫将要如何来做这件事的态度和方法讲给利位人知道 那接下来第十四节 说来十四节 我们就看到这些祭司立位人字节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会 台上来 立位子孙就用尖台神的约会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所以他们接下来他们在银约会的这个准备上 那他们在实行上都是照着神借着摩西的吩咐 所以说来他们要跟这个约会的这件事上面 他们就都照顺受防复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美善的侍奉 美善的侍奉 是要在神眼中看为美 是要在神眼中看为美 什么是美 什么是美的 我们大部分人会觉得美就是看起来赏心悦目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美就是看起来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很舒服 或者是说就是让我们的五官可以得到愉悦的感觉 或者说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可以觉得心情很好 吃到啊摸到啊闻到啊觉得很舒服 那但这只是一种美的 给我们五官上的这个体验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一切的美是从神而出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美是从神而出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美是从神而出 没有感觉不好的地方 微和之感通常都是因为在大自然美景当中加入这个人工的建物 而且建得非常的突兀 你会觉得他不好 可能是因为人在做的时候把自己有一些玩手 所以你会觉得不好 所以美我们必须要从神的标准来看 所以所以你要对神的这个我们说来看 按照神的吩咐 你就要按照神的方法 刚刚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说每个人都要追求圣洁 刚刚我们有讨到希伯来书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圣洁 所以一个美善的侍奉 所以一个美善的侍奉 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 你就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 就是要追求像神一样的圣洁 你就要去追求像神这样的圣洁 那这个圣洁就是 其实它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圣洁其实它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来遵守我们来有秩序的 就是我们来尊守我们是有定属的 有秩序的来服侍神 我们是有定属的来服侍神 所以这些祭司立位人 所以这些祭司或是立位人 他们要再次钢台约会的时候 他们要再一次来跟这个约会的时候 他们就洁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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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照他们的想法 不是照他们的想法 想法 想法 说我要怎么来服侍神 说我要怎么来服侍神 照着神的吩咐 还是照着神的方法 先洁净自己 先祖教自己 让自己没有污秽的才能够势力在神面前 自己没有污秽了才能够势力在神面前 自己没有污秽了才能够势力在神面前 看另外一个对比 来看另外一个对角 在立位记的第十章 立位记的第十章 他也记载着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们献祭 他也记得说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们也是侍奉神 他们也是侍奉神 但是他们所献的是反火 但是他们所献的是反火 第十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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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说 献上反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们为什么献上反火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 他们恨上这个反火 在圣经没有详细的说明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许他们在那个时间 他们觉得说 这是最方便的方式 不必再等 不用再等 那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决定 要怎么来侍奉神 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决定 想说要如何侍奉神 那这样的献祭 既神不喜悦 但是这种犯罪是不敢 所以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所以就会对神明很敢休息 所以他们 没有自洁 不知道神的心意 他们没有自洁 不知道神的心意 那以致遭遇这样子的后果 所以就有遇到这种的遗告 那这就是 我们每一个在座 圣月侍奉的人 我们更要引以为鉴的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做 圣月属红的人 要引以为戒的地方 在早上 这个分享中 我们有跟大家讲到 在早上的分享当中 我们有跟大家说到 我们要侍奉神是因为感恩 我们要侍奉神 因为我们有感受到稳定 那我们要在知识上更新 我们要在知识上更新 我们要在上面更新 不要再用这个 在世界上 外邦人怎么样子去做 这个音乐的工作的方式 来做圣月侍奉 不可以 这个世界上外邦人 他们所做的音乐的事情 来做信仰的事情 那我们要照神的方式 我们要照着神的方法 要照神的吩咐 要照神的方法 要照神的方法 所以大卫就 吩咐了 教导了立位人 说你们要这么做 所以大卫的方法 立位人说你们要专用做 那在历代字上的十五章十六节 在历代祈生十五章十六节 进一步我们看到说呢 大卫一样呢 也预备了 大家要来献师 要来演奏乐器 我们这一步就看到大卫 他准备了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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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要一起去迎接约会 他们也要一起去迎接约会 他们也要做回来迎接约会 然后要把约会迎回来耶路撒冷城 要把约会迎回来耶路撒冷城 要把约会迎回来耶路撒冷城 但这一次的记载非常详细 但这一次的记载非常详细 但是这次的记录很像是 不是说算了一群以色列人 然后用什么乐器而已 这不是说这群以色列人 用什么乐器而已 这边从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四节 这对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说大会怎么来吩咐他们 要叫他们怎么准备 说大会怎么来反复他们 怎么来准备 说吩咐立位仁的组长 反复立位仁的组长 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 就是说这是有一个 有做一个队友 不是随随便便就是 啊就一声广播 大家就来做服事 不是的 不是的 轻轻轻轻轻的一个 讲大家来做 所以是吩咐立位仁的组长 然后去找他们 他们有各样恩赐的 这一些人员来做服事 所以就反复立位仁的组长 他们就去找 更有恩赐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那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我们要做什么事 我们要欢欢喜喜大声歌颂 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欢欢喜喜来大声歌唱 那这些人里面有歌唱的 有演奏乐器的 有打鼓的 这些人里面有歌唱的 有歌唱的 有演奏外契的 有打鼓的 也有吹这个吹奏乐器的 有部分这个外契的 好 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里面 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录到上面 代表每个人都很认真的 去做这个侍奉 代表就是说 每个人都很认真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边又特别记载 我们看在22节 这有特别记载 我们看22节 另外的组长 金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 又教训人歌唱 因为他精通此事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些圣乐侍奉的人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属红的人当中 有这个带领者 有担任的人 但这个带领者呢 他做美善的侍奉 担任的人 他做美善的侍奉 不只是凸显他自己 不是只有凸显他自己 说不只是因为他精通此事 不是只有他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是他教训人歌唱 重要的是说 他跟人怎么来歌唱 美善的侍奉 不是凸显自己 美善的侍奉 不是凸显自己 美善的侍奉 美善的侍奉呢 是要来教导 是要来连结大家 美善的侍奉 是要来教导 来认证大家 让大家能够同心合一来侍奉 美善的侍奉 那说他们大魏带着 以色列的长老们 千夫长们 都去到这个二别移动的家 就是大魏 刚才以色列的长老和陈府长老 都到二别移动的家 那他们的这个行列 这个运送约会要回来的这个行列 他们这个对我 每一个人都欢喜的歌唱 来演奏乐器 每一个人都高兴 高兴高兴 在二十七节 在二十七节 他们每一个人呢 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每一个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大魏另外穿着细麻布的衣服 这是大祭司的装扮 就是大祭司的装扮 大祭司是要来侍奉神的 大祭司是要来侍奉神的 那大魏在这一群人里面 大魏在这群人当中 他卸下了君王的身份 他放了一群王的身份 他也跟大家一样要一起来 迎接约会一起来向神献祭 他也要跟大家一样 要来迎接约会来恨祥 恨祭 那他以自己作为带领的人 来率先带着大祭 他自己为担任的人 要来担任大家 所以二十八节说 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 吹脚吹号敲拔骨色弹琴 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会抬上来 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们很顺利的把约会抬进了耶路撒冷城 并且二十六节记载 并且二十六节记录 神思恩与台耶和华约会的立位人 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 之前去伸手去扶约会的这个人 乌撒被击杀了 尽情去扶约会的华约会去扶约会的 那这一次台约会的人 但是这一次赶约会的人 却得到神的四福 就是在到神的守候 那他们也感恩的献上了公牛跟公羊 他们也感恩的献上了公牛 各七只就是一个完全数 代表他们对神完全的赞美与感谢 所以在这一次赶约会进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在这一次赶约会进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在这一次赶约会去耶路撒冷城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善的侍奉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美生的事情 在后来大卫呢 他记录这一次的侍奉 那他也写下了诗歌 在历代至上十六章第八节开始 一直到三十六节 一直到三十六节 这是他的感恩 这就是他感谢的 也是他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心得 也是他学生的心得 因为在错误中学习 那他终于知道什么是美善的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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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善的侍奉是要追求以神的话语为美 这样子的一个侍奉 那要装备自己圣洁 那要装备自己圣洁 归给他拿公物来奉到他面前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圣洁的装饰 性格的装饰 装饰在英文是美的意思 装饰在英文的意思是水的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们圣洁 我们字节我们预备好自己 听从神的话 就是说当我们主节准备好 我们听神的话 站在神面前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所献上就是神看为美神悦纳的 那我们所恨上的就是神看为水的神的外力 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我们在会堂里面私情的时候 当我们在会堂里面私情的时候 我们总希望我们所弹奏出来的是很美的这个圣诗 我们总是希望说 我们所担出的这个音乐是很漂亮的信息 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我们自己弹出美妙的旋律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去对求 我们所担出的这个时光是很漂亮的 我们却忽略了跟会众能够有默契 节拍能够配合 那这个就不是美善的事丰 那这样就不是一间美生的事丰 或是我们的这个弹奏是有跟会众在一起 那是说我们的担奏有跟会众做会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换气的地方 譬如说换气的地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他们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换气的时候 或是在这个诗歌里面也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给予帮助 或是在那个诗歌的比较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帮助 让这首诗歌的信息能够完整的被唱出来 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很美善的事丰 那这样就不是一间真美善的事丰 美善的事丰 最终目的都是要荣耀神 美善的事丰 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去营业神 让大家在同心歌唱中 我们感到神与我们同在 让大家在当心的歌唱当中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所唱的每字每句 让我们所唱的每一句 都有神的同在 都有神的同在 有生命力 有生命力 有信仰的见证 有信用的见证 那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自己 我们只追求我们自己看为重要的这些 能够让音乐更好听的这样的技巧 那这样就不是美善的事丰 那只这样就不是一间美善的事丰 所以在大卫的这一个赢约会的这个事迹里面 所以在大卫的音乐更好听的这些事丰 我们看到了美善的事丰 我们可以看到一间美善的事丰 是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 是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 要准备好自己 就要准备自己 那也要破碎自己 也要破碎自己 就是我们尊主为大没有自己 我们尊主为大没有自己 那我们照着神的话语 我们努力的装备自己来献上自好 我们照着神的防复 我们努力的装备自己来恨上自好 所以在同样这个十六章 我们可以看三十四章 所以同样在十六章 我们来看三十四章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大卫带着众人 当这个大卫带着众人 大家都充分明白神的旨意了 大家都很知道神的旨意了 大家也都努力锻炼自己 要来赞美神了 大家也都在准备自己来赞美神 让自己自觉 自己来赞美 让自己明白颂赞的意思 自己明白赞美的意思 那所发出来的赞美 所发出来的赞美 就是美善的 就是美善的 那神在这其中 神就在其中 回应他们 给他们回应 所以在他们这迎约会进耶路撒冷之后 其实他们有献祭 大家都非常的欢喜 大家都非常欢喜 大家都立志要来更亲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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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大卫 也不只是侍奉的祭司跟立位人 不是只有大卫 还是辞奉的 祭司跟立位人 还有包括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还有包含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那这就是美善的侍奉 我们可以来再次的思考 我们可以再一次来俗课 我们可以再一次来俗课 我在圣月侍奉上 我在圣月侍奉上 怎么样子以神的话语来做一个良善的侍奉 那怎么样子以神所创造的给我们的这些恩赐 来做一个神看为美的侍奉 我专用神给我们的恩赐 来做神跟中所看美生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这些音乐侍奉同工 我们都能够大家更加的在这个侍奉上能够成长 我们互相提醒 我们互相来提醒 彼此鼓励 让教会的音乐侍奉 能够容神也能够对人有招就 让教会的音乐侍奉 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 可以音信也能够给人家做酒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诗 四百一十五首 四百十五首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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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青梅 祝福 中间的热爱 要牵牵住心静爱住 知好的相多先生 当降临知好的先生 请你的一切力量 船上旧温泉付军船 周星为真地打葬 当降临知好的先生 你心要尊重为难 带主为所毫不保留 将自己完全献上 放弃你这所有奉献 你身着爱自思想 有个人努力释放属 知好的相多先生 当降临知好的先生 请你的一切力量 船上旧温泉付军船 照星为真地打葬 当降临知好的先生 在书温泉付军船 他设计为你做书家 上司你天上荣欢 他设明经后无云 船上旧温泉付军船 就属你又把军船 有千尘如心尽为主 知好的相多军船 当降临知好的先生 在书温泉付军船 尽你的一切力量 船上旧温泉付军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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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旧的话